大大的风炮筒昂首挺胸 内置扇叶轻轻一转 挡住视线的烟雾一扫而空 你有没有很好奇 这个大家伙是做什么用的呢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建筑和企业生产的特殊性 导致化学危险品和放射性物质泄漏 以及爆炸坍塌的事故隐患增加 面对这样的情况 这款消防排烟灭火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 并在灭火救援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烟气是隧道以及地下大空间火灾中 抢救和救援的主要难题 不利于被困人员逃生 也不利于消防人员进入火灾现场救援 消防排烟灭火机器人 运用机器人技术 代替消防人员到达危险区域 进行快速有效的排烟 在保障消防人员安全的同时 提高救援效率 这款机器人配备远程遥控器 采用远程遥控的方式 还可根据不同距离需求搭配不同的天线 它的主要动力系统采用柴油机作为驱动员 可实现长时间大功率工作 风炮和铝带驱动轮采用液压驱动 使机器人负重更强 并且铝带采用了三角形铝带式载体机构设计 提高了机器人行走的稳定性 这款排烟机器人 安装的是举声式风炮 举声高度可达3.1米 在大幅提高举声风炮的同时 还有抚养机构设计 可进行多维度消防排烟 扩大了机器人的工作范围 它采用的大风机 风炮的液轮转速能达到每分钟3500转 风力可达6到8级 能够快速进行排烟操作 同时 这款机器人不仅能排烟 还会灭火 机器人机身还装有一个联动水炮 独立进水管道的设计 保障了水炮的喷射压力 喷水距离可达80米 能够迅速扑灭现场明火 它的风炮周边还设置有一圈 能够喷射细水物的喷头 灭火的同时 还可以减少空气中的有害烟尘颗粒 还能节约消防用水 在目前迅速发展的社会中 科技发展的同时 带动机器人研发技术也迅速地发展 在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 能够代替人类 在一些高危的环境中工作